开胖 四伯爷 四伯爷 你还是吃着香肠哦 你看你的蠢摔坏了 蛤 蠢摔坏了 哦 我呀 你看一看 哇 太帅了 辣肉炒都吃了今天 不是所有的纳肉都叫先吸纳肉 大家好 我是纳肉小丸子 最近我看评论很多朋友都说 我们家纳肉肥呢 刚刚我在新华里面拿了两块纳肉下来 再一个的话其实不算肥 就算肥瘦仙间带偏肥一点 其实五花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过菜 买过菜的话应该都知道 五花肉就肚子上面那么一块 它没有多少的 你看到没有 上面的话是三层的 稍微瘦一点的 下面会带一点肥的 这是很正常的 知道吗 因为土猪肉它是没有那么瘦的 如果很瘦很瘦 他说是土猪肉 都不鲜性 好 纳肉肥一点其实挺好吃的很鲜 知道吗 肥而不腻 给大家切一块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家纳肉熏了一个多月以上了 切开了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 现在就切一块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家纳肉 刚刚我跟你说的 这个就是肥瘦仙间再偏肥一点 其实这样的纳肉是真的不肥的 纳肉就要吃这样的才好吃才鲜 这就是我们家的纳肉 今天吃肉了 好开心 好激动哦 好开心 好吃 不知道 姐妹 你吃的烫就出热了 我要花种有药的吃法 姐妹你这个吃法确实很nice 我今天通过来的 好吗 我是水 好吗 你可以帮助一下